好的 接下来走上我们红弹的是华晨宇 欢迎花花 欢迎花花 好 花花在我们的logo墙前拍照 好的 谢谢我们的媒体老师来花花来到我们的主背景前拍照 好 后面中间的各位老师在叫你花花 好的 谢谢我们现场的各位媒体老师 又见面了花花 也是我们的微博的老朋友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有一个消息 跟大家有一个见面 就是花花再次重回到了歌手这个舞台 所以不知道花花再次回到歌手是有怎样的一个想法 或者怎样的一个感受 能够跟我们分享 就是再一次回来就 希望能够给大家能够带来更多好听的作品 OK 看来是一个还在一个有一点卖关子的阶段 对不对 还让大家在2020更加期待一下 那新的一年除了歌手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的计划 比如说大家非常关心的演唱会 新歌等等 能跟我们分享的 新的一年有今年的专辑会 应该会在春天会发表 然后还有我的今年的演唱会 然后还有综艺歌手 然后还有王牌 看得出2020花花的工作安排还是非常的满的 对不对 也希望你在注意身体的时候 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 能够多多的和我们见面 好不好 谢谢花花来到我们的微博之夜 我都游 лег会到我们的语言